昨晚人称时尚界冲满的年度大秀 维多利亚的秘密时尚秀首次登陆上海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11月21日星期二 这也是维密秀首次在亚洲国家举行 从1995年至今 维密只离开了美国本土次次 除了今年的上海 分别是法国嘎那 英国伦敦和法国巴黎 从今年2月首家维密直营旗舰店 落户上海到11月维密大秀在上海举行 维密一年内两度在中国大动干戈 隔见其对中国市场给予已久 据悉中国的内衣市场 年销售额在1000亿元以上 市场规模超过600亿元 面对如此庞大的消费动力 维密一域讨好中国市场 也无可厚非 早在2016年78岁高龄的维密母公司 Air Brand公司首席执行官 Leslie Wigner就曾经表示 维密年度大秀可能会在2017年 遗失上海 目的是讨好广阔的中国市场 据悉维密大秀为了致敬中国风 今年后台超萌们穿的玉袍 都刺上了在中国极具代表意义的牡丹花 为玉袍增加了华丽之感 此外在大秀中还专门开辟了 《青瓷嘉丽板块》 与去年 维密模特们将中国娃娃 舞龙舞狮 京剧等都穿在身上相比 今年在上海演绎的中国风 显然更接地气 《青瓷嘉丽环节衣食》 舞台四周降下了六幅 青白花纹相间的幕布 四周屏幕也是一片青白色调 随后走出的维密超模们 均身着青花瓷赤药 其中束腰、披风、鞋、手套等单品 均以白底青花的花纹 此外 今年参与维密大秀的中国超模军团 包括刘文、西梦瑶 何岁、居小文、陈瑜、谢欣、王毅齐名 这也是自维密秀开秀以来 中国模特参与走秀人数最多的一次 原本应该在晚间八点开场的维密秀 也因观众太多当务入场时间 最终推迟至八点二十分开始 秀场内更是座无虚席 大秀结束后 网上便热传奇一张 王思聪站着看维密秀的照片 并配文有钱也不好使 随着维密超模们的出场 场内尖叫声更是此起彼伏 现场除了金瓷嘉丽板块外 此次维密秀还有 游牧探险、女神、东径传奇、 朋克天使和千玺五大板块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见